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每周一至周五更新 这两天 在一个不翻墙你就看不到的社交网络上 大陆网友掀起了一场表情包大战 表情包种类之丰富 更新之迅速 本次性碾压对岸网友 真是不斗不知道 一斗吓一跳 原来表情包已经成为最新天朝特产 为了防止对方山寨 大陆网友还在表情包上专门添加了水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用 我们的表情包有多强 国内的最早出现的表情包 就是1999年诞生的QQ经典表情包 从美国引进的可爱的黄色云脸 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 尤其是这个效忠带来的表情 还入选了牛津词典 2004年开始 普斯基 洋葱头等各种卡通形象 为主角的表情包成为主流 2007年 表情包界诞生了一位大神级人物 当年 一部韩国喜剧电影 金馆长对金馆长对金馆长上映了 这部电影可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谁都没有想到 金馆长这样一个鬼魅的笑容 让他变成了表情包中的绝对经典 随后 香菜和姚明也因为充满魔力的笑容 加入了表情包大神的行列 和金馆长一起 组成了亚洲三巨头的豪华阵容 2010年 一位日本网友在博客上 发布了自己宠物柴犬的照片 那模型的眼神激发了网友的创作热情 这张柴犬的内心独白出现了各种戒毒 成为了表情包新宠 如今 表情包的发展日新月异 每年都会出现无数表情包 每几天 就会有新的人物成为表情包主角 这两年最火的 要说尔康系列 以及表情包界新贵 乌里涛涛 其中 乌里涛涛表情包在这次大战中表现神勇 最经典的勾带表情杀伤力惊人 吸引了无数陆转粉 我们的表情包如此强大 源自我们对表情包爱的深沉 没有表情包 谁还能愉快地聊天呢 毕竟 这早就是一个看表情包的世界了 有一天我心跳没伤就让你很想 可笑话呢 会长嘴还没说 我自己开始笑 我自己开始笑话呢 会长嘴还没说 我自己开始笑话呢 会长嘴还没说 我自己开始笑话呢 会长嘴还没说